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局 特别是防守方面 比王浩要好一些 对 而且王浩 我说了这个 在场上这种想赢和这种信念和欲望 是吧 打到这个地步还能够这么强烈 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是 昨天连我都 而我觉得王浩他自己说了 他说我也没什么可怕的 反正决赛 享受比赛 爆发自己的更多的潜力 就是状态都是最好的 对 对于王浩 是 两场半决赛都没想到 郭亮你觉得从 像这个打的 这个有点机会的话 我说一个取决于张继科的发挥 那王浩的机会真的相对比较小 攻防转换比王浩要强一些 包括腿 在第一局的比分是王浩3比6落后 好的 王浩再拉 撕着拉着这个马龙的时候 马龙已经反手扛不住了 就可能要去抢 马龙质量要高得多 第一板拉 第二板这球拉落台之后 他就出来 总结的时候 包括队员 很多年轻队员也都在看 也都在这个 用什么感觉的 我不知道我们细心的球迷 能不能发现 这次打赛的感觉 像马龙和许心呢 是前面发挥的很好 又容易调动 反过来看 马龙和许心 最大的心态 相提并论 现在10比5 跳直线 王浩再救起来 王浩测身 现在10比5 跳直线 王浩再救起来 王浩测身 王浩和张继科 能够四次 在这种大赛决赛当中相遇 也看出他这两个选手 现在确实是 两年前的这个 决赛相比的话 我觉得完全不一 好球 王浩浩的跑动 和中远台的能力 就不如张继科了 这样张继科 11比7 就先胜了第一局 不过这个球路上 我觉得还是有些 相克的 王浩把马龙挡在了 市井三微博 参与互动话题 今天的话题是 谁将问鼎 南丹的决赛的评论 就没有调动 起来是不是还没到那个点 对 两个人这个 可能火药味 才会慢慢的逐渐这种 只有跟张继科聊过 在奥运会比赛里头 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就是决赛跟王浩 我说为什么 我才能放下包袱 那他和马龙呢 和马龙他也可以 我赢他 他也是最优秀的 所以我还是心态 能够放下来去拼 我觉得这是他 现在第二局 张继科是4比1领先 发动不够 还是出于一个 不太定的这个状态 能够平稳形成相持 上风但至少 这其实按理说 应该可以形成 主动相持就可以了 有点急于求成 好的 这个球啊 还是找到了时机 来拍的一些特点 对 王浩现在呢 拼 拿出内容 狠劲来拼 好球 这球接着可以 王浩几下 王浩呢 显得 有点虚 还是 太想加质量了 好的 还有 王浩在侧 慢了一点点 好的 还有 王浩在侧 慢了一点 他这双腿上 同样是大家中远台 你看王浩跑的是 亮亮腔腔 你看张继科跑的 他应该站在正手位 开始发 可能会好一些 侧旋 王浩反了 漂亮 侧旋 现在看张继科 在决赛场上那种 现在9比7 第二局比较顺领先这么多想顺利拿下 所以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 11比8 这样张继科就拿 您在观看比赛同时呢 参与手机短信 互动 来为您介绍 是第三局 都是在给张继科 这个解套 本来太多一点 再快一点的话 还是有 有点机会 能够把比分 咬得更紧一些的话 而且那个 王浩有点 并肯自己不适应 也让张继科不太适应 别这个每次打的都跟 中方转换和机球质量 还有这种跑动范围 都在王浩之上 看现在2比4 是比较多 主要体现一个心虚 有了 拉直线 张继科穿 你看 体现一个心虚 有了 拉直线 张继科穿 你看 不如张继科能够跑得到位 但反过来 张继科为什么跟马龙打 难打 因为马龙的这种脚步 范围不如张继科跑得大 但是跑得比他快 比他巧 现在 打成了4平 力量很重的 选手 是 但是先 往后侧身 好球 往后侧身 这次世界紧妙赛 男子单打 张继科的表现 可以说让很多的 对 一般的比赛 是很难完全调动 他内在的东西 他想改变的话 就要尽可能的 跟王浩形成正手 能感觉到 但是要去改变 是比较难的 对 往后 转正手 拉住鞋线 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退到中眼台 就是男运动员 往往有些盲目的 就是我就奔跑 然后我就使劲拉转 然后我就发力 其实完全可以拉 可以拉一个短一点的 突然 有一些变化 起到了一些变化 这样 11比6 王浩扳回了一局 那么您收看的是 第52届世界平方球锦标赛 南单的决赛 现在 张继科是2比1领先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接下来将和刘国梁 总教练 一起为大家评论这场比赛 第4局 漂亮 这俩人的火腰味 开始逐渐出来一点了 因为他们俩打的球 而且质量没那么高 但是他们俩的球 每一板都是要命的球 都是世界最 王浩 逐渐的通过前两局的 失利 我觉得这两个球 体现出王浩 还是有点慌 所以张继科呢 就想得分呢 也没那么容易了 对 张继科曾经 多次在大赛当中相遇 但是张继科完成大满贯 世界杯市锦赛奥运会 曾经王浩也战胜过张继科 在南单决赛当中 奥运会连续三届 市锦赛连续三届 可能不是黄金周期了 三十岁 对 而且他因为他这个 从他的这种能力上 说能够次次打进决赛 是吧 这么强劲的这个实力 是优势 就看谁更强了 看张继科有没有办法 能够 这几个球的处理上 2比7 当时反手失误之后 在这次张继科中 过人之复的更加狠一点 这局 很害怕的一个选手 王浩也很聪明 现在比以前 要控制比赛节奏好了 他一看张继科 连续两个拨插成功 叫暂停 把节奏放一放 现在 继科可能在 2比0上会有一些 或者焦躁啊 或者是说 一种小的 局面上 还是张继科在 该叫了 我们继续来看 现在7比4往后发球 其实就是一个状态球 好的 哎哟 你看又一条直线 张继科是吧 咬牙 所以他的这个 还能够扭转 这个关键 好的 现在不拨也不行了 对 7比2的时候 王浩如果能打出这样 所以这两个队员 现在已经场上变化的发挥 和成功率 你看 张继科拨插了几个成功 现在王浩直接先下手 不给非常清醒的 你看王浩甩开了 来看这个球 7比9 白短 如果跟张继科两人打 是属于让他犯错误的这么一个机会 再利用他的这个控制场上这种经验 哦好球 来 哎哟 这个控制场上这种经验 哦好球 王浩的整个人的腿下 刚才 好球 等张继科起来做反手抽狠一点 拿起来 哎呦 软一点的球 也许会效果会更好 哦呦 侧拳 哎呦 转不转 或者站在正直线 但是所以看张继科还给不给他这个机会机会了 你看帮助他赢了不少分 嗯现在12平来看看这一分 往后拉起来 好的往后给住 你看他主动变现了 他感觉有点扛不住了 想搏杀了 你看这种质量 两个人全都在这 其实这会儿就是比心理底线了 一会 刚才在中场我不知道 阿富 张继科会不会拧他正手 哎摆了一个 你看就刚才说 在这个大赛里头啊 这种冷静是超长的 能够这么快的这种接近 能够一致 哎能够基本上是吧 这个这是很难做到 这样的话 张继科拿下了第四局 双方打成了三比一 稍后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场男主 关注巴黎世平赛男单决赛 小心一旦到这个落后的人 这会儿下定决心赶于波 实际上就不一样了 等于捡了两局回来 所以对极科的这种期望值呢 不断的这种去改变或刷新新的这种历史 所以在这个周期里 周期里面对他的一些期望值 和一些第一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 立了目标和方向 客观的讲可以理解 但是全世界都可以理解他 合适的时机要给他要松紧这个扣 一局 王浩能不能 紧下来 紧下来 长球 这就发的是二比二的话 王浩这个 赤头就上来了 对 会不会偷得长球 应该说 就像刘国梁教练前面所记 好的 好的 也没满30岁 就是说这个黄金周期啊 而且再一个他出道比较早 已经打了三级奥运会了 是吧 是 打成了三比二 重头戏 在第六局 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 这看拿球算了 不是拿局算了 冲击 能够再次看到张继柯能够在比赛场上发挥出最英勇的一面 王浩一分现在去夺取这个冠军 一个是场上发挥甚至一些运气都有可能 会出现 现在二比四 王浩在第六局落后两分 心理压力就会加大 下这个两分的优势 好球 我在想像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些 但是把这个手腕力量还是要练一练 王浩这样的打法张继柯也会非常难受 心中率如何 测旋 更大 是 现在五比七 王浩测身 王浩第二板 哇 一擦似的 对 如果王浩不承认这球 我觉得裁判根本看不见 所以这还是表现了很高的体育道德 你看这么快的这个速度 我们待在上面看的时候是看不到的 是 微微有一点点 慢镜头有一个 王浩没有任何的犹豫 就指出了这个球的擦边 现在双方打成了七平 王浩拉起来 张继柯测身 这个发力不是机会 这个球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弧线也很低 但是张继柯呢 认为这个机会 自己的情绪 7比5那个 插边意外球是吧 有可能就是转折点 这一比7 张继柯 4比2战争 王浩再次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男子单打冠军 卫免成功 那么这个冠军是张继柯二次创业的开始 在伦敦奥运会上赢得了大满快 但是输掉了一些比赛 当时也遭到了一些媒体球迷的质疑 刘国梁教练也批评过 我们看到张继柯到了关注棋 这是山东的 这是他父母 这是他父母 来看他比赛 其实可能他自己并不知道吧 之前知道 非常激动